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影片时间 大家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支持我拍更多好片 跟大家分享关于钟标上的资讯 知识等等 今天就特别介绍一个近年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 标坛的一个活动 就是这一个 Only Watch 慈善拍卖会 这个慈善拍卖会的起源和一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今次我会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Only Watch 慈善拍卖会的起源 是由肌肉萎缩症防止协会发起的 因为这个协会在一个叫做摩纳哥的地方 同时也得到这个摩纳哥的亲王 亚尔贝二世的大力支持之下 在2005年 就举行了第一届 当初第一届的时候 就有34个品牌 去参与这个慈善拍卖会动 当时其实都筹到有大概190万欧元的线款 其实这个慈善拍卖会 他就会两年一届 所以其实去到2019年 两年前 其实是去到第八届 去到第八届的时候 其实线款已经是 飙升到4000万欧元左右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慈善活动 很多品牌亦都大力支持 另外一个特点 既然说的是Only Watch 其实是有参与的品牌 他会推出一只独一无二的手标 来去参与这个慈善拍卖活动 其实去到今年2021年 其实是来到第九届 也有54个品牌去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来看看 其实是书里面也有介绍了 有这54个品牌去参与这个慈善的城市 其实都有很多艺术能场 比如保姬保柏 爱皮 甚至乎是大家更熟悉的帝陀 等等 甚至乎有很多其实是独立制标师 去参与这个标坛城市 亦都是为这个慈善出了分历 其实这本书呢 其实都要特别多谢澳门中标博物馆 方管长 特别是赠送给我们这些 标迷的一本 叫做 类似长刊 因为它里面其实都有介绍 每一个品牌 它出的一本 骨款only watch 究竟是有什么特色 样子是怎样的 其实都挺特别的 这本书我都觉得是很值得珍藏 因为其实有一件很遗憾的事 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一页 其实这个慈善拍卖会举行之前 它是有一个巡迴展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 澳门的 澳门本身在今个月10月28号 会有一天 安排在澳门中标博物馆里面做一个展览 其实是澳门 来说是第一次 这个only watch 第一次落户澳门做展览 但是很可惜 因为最近的 一波疫情的爆发 导致很无奈地取消了这个活动 因为都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现在就唯有在书上看 都非常可惜 因为澳门有这些 真的大型的标展 其实真的不多 这个only watch 真是第一次 第一次可以来到 管长都很尽力 争取到可以落户到澳门 当时都很兴奋 但很可惜 一波疫情 变成了 来不到澳门 其实是因为香港 好像在这里 香港本身都会有展览的 现在变成都只是放在香港 没有来澳门 所以其实是 相当之遏憾 因为去到第十届 现在就要等两年之后 即是2023年 才会有机会 看看到时有没有缘分 这个only watch 再次 有机会在澳门做展览 那only watch 今次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 only watch 这个前前拍摆会 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 因为大家 经常听only watch 什么来的 其实去找资料 因为其实你看看这本书 其实都是英文 英文版 我小弟的英文都是有客公司 我用回我有限的理解 去做这个介绍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时间 我看一下对一些重点的标 去 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好像这一只 其实FP Sean这一只都是话题作 用一只手 用一只手 去告诉你什么时间 其实挺有趣的 所以only watch 除了是 慈善拍卖 昨天对这些品牌之外 他们会 专专做一只很特别的标 又做了慈善也好 又引起一些话题也好 都是 win-win相赢的 那这个video 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个video 再见大家 拜拜